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面具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险多 只是罪在哪里险多 恩典就更险多了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恩典也在哪里